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好耶 只花200元的幸運狀 樂透彩的二獎 因為這個我一直不敢跟孩子說 既然今天要說出這個祕密 你記不記得在一年多前 爸爸在那個幾個月裡面 連續換了兩台車 對… 對不對 沒有告訴你們理由 賺錢 然後我跟媽媽兩個人在房間 其實門關起來一直在偷笑 但是不敢講 因為怕你們會覺得說 你們可以大肆揮霍了 我們還有教育的責任嘛 OK 我們就是去買了花200塊錢 其實是媽媽一張 我一張 然後買了之後 我們一對不得了尖叫中二獎 二獎多少錢 那一年 那一期的二獎的人數比較多一點 所以那個錢就沒有到千萬那麼多 也沒有到800萬那麼多 好幾百 380萬 然後他買車就把它撩撩去耶 380 對啊 真的 沒有啊 因為我們就想說 380萬 那剛好我們 因為剛好我們 其中一台休旅車已經開了好多年了嘛 是 想說他乾脆去換了啦 我覺得這裡有一個 不太可相信的點就是說 我們還有房貸沒有還完 這個錢 他有一個稱號是說理財達人 如果說他懂得運用這個錢的話 而不是錢直接拿去砸車 天啊 你兒子會這樣挑戰耶 真的 常常啊 你這樣子 但沒有 兒子 你要知道 我常常在跟你灌輸一個觀念 錢財要資產配置 但是房貸歸黃房貸是分開的 所以這個部分 對啊 我會偷笑喔 偷偷的 好 第二個故事 高中時候是校長最高紀錄 同時有五位追求者 恭喜說謊 沒有 不用講 你高中時是校草 你只能有一個機會 就是你唸女校啦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啦 我在高中我紅到一個 不得了 走在校園裡面 所有的女生看到我 就過來跟我笑笑點頭 最誇張 我曾經有幾個 比如說經過女生班的時候 女生班她是會 全部一直看窗外的我這樣子 從班級尾看到班級頭 這樣子看著我經過 然後甚至還有女生是怎樣 我就在走來跟同學聊天 然後女生她會自己這樣走過來 然後說 郭昌明你好帥喔 每天來報到跟我講這句話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同學 他是常常送早餐給我吃 像不像 是你付他錢還是 沒有… 像不像要有三分樣 對 因為我們就證據就在眼前 對 牛就給他吹 什麼叫證據在眼前 同時有五個追求者 這一點我跟你講 我在學校紅到什麼 我還不曉得我在學校紅到跟 劉德華金城武一般的紅 你知道嗎 不得了 是有一天 我在走廊遇到英文老師 結果老師看著我說 完了 嘴角失守 對… 不要看 劉德華金城武 劉德華金城武 我們就一起紅了 嘴角 英文老師說什麼 英文老師跟我講說 唱明 你知不知道那個綽號 我說有什麼綽號 你叫 然後你叫 我說大眾情人 老師沒有吧 怎麼可能有這件事 他說你不曉得 學校的女生 大家都稱你這個封號 我說老師真的假的 老師說真的 因為很多東西是會越描越黑的 好啦 反正就有人追啦 很多… 三 好 三 為了討生活 曾經當酒店少爺 當年 因為我有跟孩子提到 因為我就是要結婚的錢 這一年裡面 我的錢通通被騙光 還被騙 為什麼 我31歲也存了1000萬 騙光光 其中有一點就是牽扯到了 當時要周轉 轉不來了 我跟親戚借了一筆錢 對 那一筆錢 你知道31歲 32歲剛結婚 我哪裡有辦法 突然之間沒錢 還要還那麼多錢 我還不出來 我真的就去當酒店少爺了 酒店少爺 剛剛幹哥也在問 能賺多少錢 如果 你照底薪的話 當然不會太多啦 小費比較多 小費 這叫小費 小費 有時候你還那個趴車的時候 你有時候沒事幹的時候出來 稍微趴一下 然後在裡面 有的客人他真的是 那個很大方 直接一個月就2000起跳 所以我這個一個月大概 至少可以賺到十幾萬 一個月 請問一下你有疑點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有疑點的是1跟3 1跟3 2沒有疑點是覺得是 但女生有時候比較隱藏 但是不代表說她不喜歡你 所以搞不好有可能 但搞不好也只是她可能 就是看別人看她一眼 她自己就是覺得說她好像喜歡我 自我感覺良好 自我感覺良好 對…也有可能 對 我有意思 但是第三個就是說她討生活 的確那個年代是比較辛苦一點 但是酒店少爺感覺好像 不太可相信 怎麼不 你去問媽媽 你要更具體的講出來 兒子才會相信嗎 真的嗎 他就是當年在酒店當少爺 這樣也怪怪的… 這樣怪怪的… 對不對… 父親姐不能亂撥 沒有…那時候沒有認識 沒有… 那花200萬中了380萬 200塊… 200塊 你覺得有可能嗎 隱瞞你們 我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她平常就是一個 盲點是她不可能花200塊 我叫她花 她還不花 我給她錢她還說不要 你爸爸之前主持過開獎 主持了很久耶 所以那個時候我都有在養號碼 你知道嗎 養號碼 還有養號碼這種 固定買這樣 固定買啊 我那時候養了很久 是因為養了那麼久 後來中了一個二獎之後 我就好 可以說三 難怪年輕的時候被騙 我覺得這三個都怪怪 你覺得真的是哪一個志願 我覺得真的應該是3 當過少爺 對… 原因是什麼 在我高中的時候 為了想要自己有一點生活費 我也去當過少爺過 對… 高中啊 那你就了解了 因為不想要再跟家人拿錢 對… 所以你也是在那邊遇到那個 沒有啦… 不是… 好 OK 我選2 2可能是真實 是真的 對 你相信她高中是校草 請揭曉 標準答案是 2 真的是一個大家沒有辦法接受的真相 沒錯 我們真是好苦難喔 真的 我覺得太誇張了 我跟你講 我那個大眾情人真的 老師這樣跟我講 我嚇壞 不是 你總騙我們的感情 你搞得到志願哥 莫名其妙要抖出他以前是九遍 對啊 還不怕你 為了生活都沒關係啦 什麼可以忍 對 為了想要賺錢 他可以忍 尊嚴擺在家裡 結果只是一個高中校 校草 因為我們有這個 這個遺傳基因的 我兒子現在在學校也是校草 不敢說… 從國中開始他也是 沒有… 你不敢說很OK 爸爸亂說 再爸爸亂說 都給他說 好啦 校草就校草囉 來 上禮物好不好 父親姐總是要讓爸爸開心一下 這個禮物就是說 我希望 因為我從小跟你一起上節目 上到大 然後我一直以來就是在觀察你 跟別人怎麼看我們的眼光 因為我們一家人出去 常常會說 媽媽跟姐姐是姐妹在走路 我跟你怎麼…就是父子 為什麼不是兄弟呢 我希望把你一起變成兄弟 然後我們無話不談 跟爸爸出去你可以穿糖裝啊 什麼 自己變大一點 老陳娘 你想跟我走在一起像兄弟 可是你每一次出去跟媽媽 都摟她的腰 摟她的肩 因為跟她說有面子啊 什麼有面子 好 你打開禮物… 收禮物… 好可愛喔 是什麼 送牛布拉 不是 這一個是一件花襯衫 花襯衫 夏威風的花襯衫 因為她以往不穿這種 她是現在穿著有一點點進步 所以一直推她… 她才有這樣子 穿出來一點點東西 是 我希望她可以跟上就是年輕人 還是蟒蛇紋 對 還是蟒蛇紋 這個很難見 這個是中老年人最不會穿的 OK… 對 你看憲哥像他這樣子 還是穿得這麼帥 對 年輕亮麗 你要跟上 你知道 被蕾打到帽 有沒有 被蕾打到帽 我強烈的懷疑 這個不會是你送給我 然後明天你就拿去穿了嗎 不會… 還有一點帽子 要給你 還有這個 這個都是CAN CAN會打扮的 這個帽子好看 現在太陽又那麼大 不要有一種帽有沒有 它上面要躲土啊 還有寫信 它的信在… 寫塵那種 對… 寫在自己帽子上 後面有啦 自己帽子是因為 你好像很常比較打球 然後或是出去外面 有的時候你身為一個公眾人物 你還是需要有點形象 裝扮一下 你不常抓頭髮沒有關係 戴個帽子出去 就戴起來 是 頭髮亂亂的時候戴起來就可以了 對 戴起來就可以了 方便 非常溫馨的一份負責的對話 他真的很了解爸爸 而且滿有創建的 今年幾歲了 16要17歲 才那麼小 來日方長不得了 而且很會講話喔 很棒喔 好 來 兩位來 請坐起床 謝謝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